公社比 公社是生活品味的延伸 更是一栋豪宅的精髓理念 社區公社琳瑯滿目 包含大廳 健身房 遊戲間及圖書館 應有盡有 但哪項CP值最低 在網路上掀起熱議 花園吧 不會用到 對啊 不會下去散步 回到家就到家啦 不會再去用那些東西 空桌花園好像真的就 沒有什麼用到的感覺 你可以去公園走就好了 除了空中花園 另一項被選為最廢公社的 就是室外游泳池 但你知道嗎 這些其實都不能列入公社比 土地客道建築面積呢 就是所謂的法定空地 那法定空地通常會作為 像花園啊 步道啊 造景等等 它是屬於公共的使用空間 但是呢 不會進入到公社比裡面 按照建築法規 會被計算在公社裡頭的 主要是針對有頂蓋的空間 因此像是戶外泳池 空中花園 以及室外籃球場等露天設施 通通都不能登記在建物的 共有部分 不過像是停車場的車道 雖然有部分空間沒有遮蔽物 但因為屬於建築體本身 也會被列入公社 若要防範建商在公社比動手腳 則得注意另一種情況 公社灌水 大多數都是建商 把獎勵容積拿出來賣的 不是說瓶宿上面不死 而是建商是否蓋了多餘的公共設施 灌到瓶宿裡面去 停車場扣除掉車格瓶宿 剩下的車道機房等空間 通通都算是公共設施 因此就有建商會將需品藏進停車場 再賺一筆 民眾買房除了價格 公社到底佔多少 也得看清楚 才能知道錢是否花在刀口上 三十一代新王宣宣台北採訪報導